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接古木。 接古木,是落叶灌木,一称千千火,别名,木硕调续谷草,九节蜂,是五芙花科接古木属的植物,为一种开花植物,被世界各地土著广泛使用。 已有数百年历史,最早被归入忍东科的一种落叶灌木,或小桥木,之后根据遗传基因以及形态学比较,被重新分类为金履梅科,广泛生长在海拔五百四十米,到一千六百米的世界各地,在中国、欧洲、中亚与西亚,以及北非等处都有,也有专为园艺观赏用的金叶接古木。 接古木大多在温带,与雅热带森林地区,主要为灌木和小桥木,是重要的森林树种。 灌木也是庭园栽培用的植物,一般生长于山坡,路边、林园、林下、松林、沟边、宅边、灌丛中、化木林中、与山坡沿缝,以及平原路旁等处,对环境适应性较佳,并具有沙虫的特性。 可长至五到六米高,老枝会有淡红褐色,并具有明显的长椭圆形皮孔。 随部呈现淡褐色,能够适应多种气候。 喜欢迎着阳光,可稍耐阴壁。 开花期一般在四到五月,果实成熟期为九到十月。 微红色有较少部分蓝紫黑色,浸圆形或卵圆形。 含有水分约80%,碳水化合物约20%。 蛋白质和脂肪不到1%,并具有多种营养素。 包括铁质、多酚、类黄酮、氨基酸、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B6、多种花青素与矿物质,以及天然色素等。 在欧美,有使用接骨木于民间医学上。 其接骨木果实与果汁被用在治疗、感染、头痛、牙痛、神经痛、心脏疼痛、流行性感冒,与坐骨神经痛等症状,以及作为泄药与利尿剂来使用。 接骨木约有20到30个品种,又以西洋黑接骨木最为常见。 其中花、叶子、树皮、以及浆果都能作为药物使用,又以黑接骨木的果实。 在民间医学应用较为广泛,也是最常作为研究的部分。 接骨木莓果也能够治酒、以及药品等,并也是野生动物的食物。 在欧洲是最常使用的古老药材。 接骨木在西元前400年,被希腊医药之父西波克拉底,誉为庶民的医药箱。 或天然医药箱的美名,意味,接骨木是自然界最伟大的治愈植物。 在抗生素尚未发明之前,是当时医疗人员处方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 现今以保健食品为主,并未认为对感冒、流感、以及病毒感染有潜在的效果。 其浆果还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能够协助减少自由基,维护身体平衡。 可能有降低罹患癌症与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但相关人体食证仍不足。 接骨木莓果是历史上使用非常悠久的药用性原料。 全球营养核心机构美国功能医学会,更将其列为有高价值的莓果。 可助增加保护力,并含有多种营养素。 其中包含有,一,膳食纤维,每100克新鲜结骨木莓果的浆果。 含有7克纤维,为每日建议摄取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二,分酸。 分酸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协助减少人体。 氧化压力造成的损伤。 三,黄铜唇。 接骨木莓含有的黄铜唇、胡皮素、易熟锂素与山奈分。 其中花的黄铜唇含量,更是浆果含量的10倍。 四,花青素。 花青素使得果实具有独特的深紫黑色,并且是具有抗发炎作用的强效抗氧化剂。 可接骨木莓确切的营养成分,还需取决于种类、浆果的成熟度,以及环境与气候条件。 因此,不同条件下含有的营养量也会有所不同。 接骨木果含有大量防氧化的成分,特别是多酚这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能够降低人体的氧化压力,并含有黄铜类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其中包括胡皮素。 易黄铜、鹤旺蓝素、以及花青素,因为含有花青素,使浆果能够呈现出特别的蓝紫色。 并且,接骨木果对于健康有许多的益处,也是分酸优良的来源。 接骨木的花含有的黄铜类化合物,更是果实的十倍。 其中接骨木莓中的黑接骨木的果实,是民间医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药材。 在这西南地区,距今约1500多年历史的奢族府上,有一名为奢族绿区的酒。 根据奢族长老的告知,奢人自古隐居在深山之中,常有虫咬、风湿疾病等症状。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最简单而且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绿区酒来治疗。 这是上千年的部落秘方,并且绿区酒中最为名贵且神秘的成分之一。 传闻就是接骨木。 接骨木的功能 1.减缓上呼吸道的症状 上呼吸道的自线性刺激与肿胀,为普通感冒与流感最为常见。 在2001年,一项发表于欧洲权威医学期刊, 《John Levy Eurotext》的文献上指出, 黑接骨木天然产品对人体细胞因子的作用, 其中描述了在市场上, 一项接骨木糖浆产品Sambuco, 对10种流感病毒的作用与将感冒症状缩短了3到4天。 另一则文献统合分析指出, 在临床试验与随机对照组, 共180名罹患上呼吸道感染者, 在补充接骨木酶提取物后, 有大幅减少上呼吸道症状的持续时间, 并有一项临床随机双芒安慰剂的对照试验。 对312位自澳大利亚飞往海外的经济舱乘客进行, 每日服用含有300毫克结骨木酶萃取物的胶囊3例。 试验结果表示, 大部分感冒发生于安慰剂组, 可差异并不明显, 但服用安慰剂与胶囊者相比, 感冒发作天数明显更长, 且平均症状感受也较为明显。 根据这些数据显示, 接骨木酶萃取物能让航空旅客感冒持续时间, 以及严重程度明显降低。 还有另一项对60位流感患者的研究, 研究期间每日服用4次接骨木糖浆, 在2-4天内感受到症状有所改善, 而安慰剂则到了7-8天才有。 也有一项64人的研究发现, 服用接骨木酶萃取物定计, 仅两天后, 就明显改善发烧、 头痛、鼻塞、 以及肌肉酸痛等流感症状。 此外, 在调节变数分析中发现, 流感疫苗接种情形, 并不会对接骨木酶补充剂的效果有所改变, 并且在改善病症幅度上, 流行性感冒会比普通感冒更加的明显。 但在克里夫兰医疗集团的研究中指出, 缓解流感症状严重程度与缩短病程上, 接骨木酶提取物与安慰剂并无差异, 目前有助减少上呼吸道症状的持续时间, 以及严重程度的研究还属于小样本, 因此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证实。 2.改善吸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为导致残废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一则随机双盲。 主动对照的临床研就指出, 在局部使用接骨木凝胶, 相较于使用止痛凝胶双氯分酸, 会有较佳改善症状的效果。 对吸骨关节炎可能会有所帮助的研究, 目前还属于小样本, 因此需要更多研究进一步证实。 3.提高隐翅虫皮肤炎的愈合 隐翅虫皮肤炎 是一种急性刺激接触性的皮炎, 为隐翅虫碾压在皮肤上时残留的隐翅虫素所导致, 通常会突然出现烧灼感, 以及皮肤疼痛, 并伴随红斑、囊泡与浓泡等, 可能持续一个月, 也可能会发生广泛性的溃疡, 并且会有色素沉积等后遗症, 有一项双芒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 随机分成两组, 除了都使用氢化可递松软膏以外, 一组使用外用Pylamolin, 另一组使用70%乙醇外用溶液, 发现使用含有结骨木酶成分, 能更有效减缓, 疼痛、灼烧、发炎、感染等, 并能干燥伤口以及加速愈合, 并有93.9%治疗后, 48小时内完全根除病点相关的问题, 目前炎就还处于小样本, 因此, 还需更多研究来证实其效果。 4.改善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为常见骨头代谢性的一种疾病, 主要会有骨孔系增加。 与骨密度下降等情形, 一般会发生在更年期后此激素缺乏, 与年龄的增长, 导致骨质流失所造成。 此外, 糖尿病也是常见诱发的因素之一。 有一项动物炎就指出, 接骨木提取物可能有改善骨质疏松, 与减缓骨质流失的作用, 可目前人体相关炎就尚不充足, 因此还有待进一步实验证实。 5.降低胆固醇 胆固醇能够维持细胞膜流动性, 与绝缘等效果, 也是荷尔蒙的前驱物质, 并能协助制造性荷尔蒙。 与糖皮质激素, 以及矿物皮质素等, 这是维持细胞正常代谢, 与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 接骨木酶含有的类黄酮, 也可能有降低心脏病风险的作用。 在许多动物实验中发现, 小鼠摄取接骨木酶后, 有益血糖水平, 降低主动脉, 与肝脏中的胆固醇, 并且可能有助降低血液中尿酸的水平, 可是却无法减少血液之中的胆固醇。 此外, 动物炎就还指出, 黑接骨木提取物, 有益于胰岛素的释放与活性, 在另一项双盲对照研究中指出, 摄取低剂量的接骨木萃取物后, 能歇为降低餐后鞋脂的效果。 可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每日服用两次接骨木酶提取物, 持续三个星期, 却并无明显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六, 减轻发炎症状。 接骨木的花、果实、 以及叶子, 都是抗氧化剂丰富的来源, 接骨木酶的抗氧化能力, 更是维生素E的50倍。 维生素C的20倍, 并且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 原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 生物类黄酮具有, 抑制破坏细胞膜的酵素活性, 与抑制红血球凝集素的作用。 有研究指出, 富含抗氧化及天然成分的食物, 可能在预防病毒入侵, 与慢性疾病等有其效果。 有一项研究指出, 当饮用接骨木莓果汁一小时后, 抗氧化的状态会有所改善, 并在另一项动物实验中发现。 当小鼠摄取接骨木莓萃取物后, 有减轻发炎, 以及氧化性组织损伤的情形。 7.维护心脏健康。 一项研究发现, 接骨木莓, 可能减少血液中脂肪的含量, 与降低胆固醇, 可能对心脏和血管健康。 具有正面的效果。 此外, 饮食中的食物富含黄酮类化合物, 能够减少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并且接骨木莓, 可能有助降低血液中尿酸的水平, 与增加胰岛素分泌, 并改善血糖水平, 因此可能对于第二型糖尿病, 心脏病, 以及血管等疾病有所益处。 此外, 另一项动物研究, 有糖尿病的小鼠, 在摄取结骨木莓后, 有改善了血糖控制, 并且高胆固醇小鼠, 摄取结骨木莓之后, 降低了肝脏, 以及主动脉中胆固醇的含量, 当时用含有多酚的结骨木莓后, 能使小鼠血压降低, 且不容易会有高血压, 导致器官损害的状况, 结骨木莓提取物, 可能对于心血管健康有所益处, 但目前研究并无一致的结果, 因此还需更进一步地研究, 加以证实, 八,抑制癌症, 结骨木含有木分素, 包括方基奈, 肤男, 四倾肤男, 以及二部肌烙内脂等, 是很经典的木脂素类型, 存在于人体肠道之中的细菌, 能够将植物木脂素转化为, 肠内脂与肠二唇, 两种肠木, 这两种木脂素都具有生物活性, 可被吸收至血液之中, 并表现出抗骨质疏松, 与抗真菌等作用, 并且可能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在一项试管研究中指出, 欧洲与美国的结骨木, 具有抑制特定癌症的特性, 九, 抑制有害细菌, 从结骨木中分离出来的, 松脂唇, 落叶松脂唇, Glockdivocyte, Olivin-9-OBHD, 笔南葡萄糖肝, 以及, Plasmide resinal等, 具有通过膜破坏作用对致病菌株, 表现出抗真菌效果因此有抗真菌的作用, 但需通过线粒体中, 活性养来积累与实现, 在试管研究中发现, 结骨木酶, 可能有改善鼻痘炎, 与支气管炎的症状, 以及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等细菌的效果, 十, 维持免疫系统, 在动物实验中, 小鼠摄取骨木酶多酚后, 有提升白血球的数量, 进而维持免疫力, 十一, 预防紫外线辐射, 有动物实验指出, 结骨木酶含有的多酚类物质, 可具有保护皮肤, 减少受到紫外线, 与外辐射的伤害, 并且能够减缓紫外线, 以及外辐射, 造成的皮肤炎症等皮肤性疾病, 十二, 提升代谢, 有动物实验发现, 结骨木花, 能够提升小鼠, 排尿次数, 与盐分的代谢量, 十三, 抗抑郁, 一项动物实验发现, 小鼠食用结骨木萃取物后, 行为能力与表现, 以及情绪指标会有所改善, 因此, 结骨木可能对于抗抑郁会有所效果, 十四, 减缓炎症与慢性病, 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 进而导致氧化应激, 富含抗氧化的食物, 具有能够延迟, 与防止氧化应激, 并有助于减轻炎症, 以及预防慢性病等作用, 2011年发表在, 民族药理学期刊上的一项盐就指出, 矮结骨木能够协助减少, TNFα炎症, 十五, 改善膝骨关节炎, 有一项临床炎就指出, 局部使用结骨木凝胶, 会比使用止痛凝胶双氯分酸, 有更加改善症状的效果, 再使用结骨木萃取凝胶, 可能会对于膝骨关节炎有所帮助, 但目前此炎就还属于小样本, 所以需更多盐就来进一步证实, 十六, 改善高血压, 在2016年, 药物生物学上的一项研就显示, 结骨木煤可能对于高血压有所帮助, 并且每日摄取蔬菜, 与锻炼身体, 对于血压的控制也会有所帮助, 十七, 预防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为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糖尿病属于一种生活方式的疾病, 是因为过量摄入糖, 与精致碳水化合物所造成的一种疾病, 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 最终使得血糖升高, 一项2015年, 与2018年的小鼠炎就指出, 结骨木果提取物, 可以减少胰岛素抵抗, 另一项在2016年的动物实验也显示, 结骨木果, 可能对于治疗糖尿病会有所帮助, 2017年时发现, 结骨木果对抗糖尿病有其功效, 并有一项发表在PLS1的研究结论写道, 一种多僵果饮品, 在预防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 以及认知能力下降会有所益处, 当已罹患有糖尿病, 在治疗时需增加任何补充剂之前, 都需事先咨询医生, 确保用药安全, 也千万不可在非医生的指示下, 随意停止使用药物,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中文字幕提供